今天要讀的经文记者在罗马书8章32到33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感谢神的话语 好,那么现在呢 我就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今天的题目 今天的题目大家看到了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这个从川普欲求和睦说起 新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说中 引用《圣经》有关和睦的经文 来针对大选之后美国社会对立的这种情势 呼吁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合作,重建国家 那可是他一直引用这些经节 那么《圣经》对于和睦有更多明确的教导 川普会讲这个的原因 因为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相近 我们中国人讲家和什么万事兮 所以一个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希望能够和睦 不过《圣经》里面呢 我们看和睦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教导 除了诗篇133篇一道三节 我们看他非常庄严慎重的 手按着《圣经》 然后这个来就职 他就职的演说里面就讲了这句话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有一首诗歌啊 这个好像中国调的旋律的这种诗歌 就把这个诗篇啊 从头到尾的这个 这一三节圣经呢 从头到尾的这个唱了出来 我可以唱歌各位听听看 看那的雄和睦同居 四和等的三和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脚在亚伦头上 流到呼吸油 流到他已经 有好比黑门的甘露 将在西岸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首歌唱过的几句说 这种选择啊 感谢很多人都会唱啊 好 那么这首歌 主要讲的是 大卫在没有做王之前 那个时候使徒保罗 那时候扫罗王啊 追杀他 因为知道大卫将来 会继承他的位置 他要先把他除掉 免得他的王位有危险 其实大卫一直很尊重他 要让大卫接他的位置 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大卫自己有什么野心 他一直要追杀大卫 那大卫在旷野里面 躲在一个洞里面 在洞里面的时候 他写了 他唱了这首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跟随他的那一批人 彼此相爱 非常和睦的在一起 保卫他 同情他 帮助他 支持他 随他有感而发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 又留到他的衣襟 亚伦 是以色列人在大卫之前 他们的祖先之一 亚伦是大祭司 那么作为大祭司的话 必须要被油怎么样 高抹 所以这个高油 高抹他在说 这样整个留下来的画面 方向 那个气味方向 而且从胡须到一经 整个是一体 所以用高油来高抹 这个背高的人 表示这背高的人 是被上帝所拣选的 是圣化 在我们中文讲 圣 圣洁的圣洁 这个圣洁 在圣经原来的意思 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随大流 你应该跟绝大部分的不一样 你应该要怎么样 要活出圣洁的生活 所以把它高抹之后 成为一个圣洁 成为一个整体 流露出芳香的味道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黑门讲的是黑门山 黑门山在以色列的 北部一点点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叙利亚 那么在以色列北部一点 叙利亚的境内的 一座山叫黑门山 黑门的甘露 黑门山的那个山顶的 那个露水 非常的丰富 从山上流下来 交到这山下附近的 广大的这个田地 让这个地方的生产 非常的富饶 所以这个地方生产富饶 主要就是黑门的甘露 所以这黑门的甘露 生产许许多多的农产 滋养以色列的民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大卫就讲说 弟兄和睦同俊 就好像高亚伦的游 就像黑门的甘露一样 所以这是大卫有感而发的 所以川普总统呢 他就说今天最适合我们美国的 我们最需要的经文 就是这一节经文 弟兄和睦同俱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民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就职以后所施行的一连贯的政策 并没有使美国更加的和睦 到处还是有很多的抗议 因为他的做法有一些争议 目前我们就我来讲 我大概还很难断定 不过我是觉得好像不太像一个 全世界第一大国的总统 应该要有的高度 我是这样想 那也许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好 那么所以圣经对于和睦 是有非常明确的教训 我们看诗篇三诗篇十四节 大家一起读起来 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这个 这个和睦是要寻求的 和睦啊 你没有和睦 你要找出和睦 不是和睦好像我们在一起 大家就自然就和睦 所以和睦我们要求的 要寻求和睦 而且求不到的话 你还要怎么样 追赶 你要追赶 所以很多人 有时候就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尊 都有骄傲 不和睦算了 不和睦拉倒了 你不和睦 我还不想跟你和睦 对不对 所以圣经讲的说 我们不但要寻求和睦 而且要怎么样 追赶 所以我们再看 罗马书这边讲的 一起来 所以我们误要追求 那促进和睦 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 这是新一本的方法 他说我们 这边讲的误要 就是说一定要 这个使徒保罗 这对罗马书 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人 说我们罗马教会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误要 一定要追求 促进和睦 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 因为教会是一个群体 英文叫community 在这个群体生活里面 一定要和睦 那么这个和睦呢 我刚刚讲过 没有天上掉下来和睦 那么这边讲的更有意思 讲的追求 追求两个字 我们教会里常常讲追求 所以有的不信主的人 到了教会来 一听讲追求 他们没有听清楚 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 一讲追求 都是追求什么 追求女朋友 知道吗 追求男朋友 你们教会一定到晚讲追求 我们教会讲的追求是什么 追求属灵的福分 教会讲的追求是什么 是追求什么 追求真理 这边讲的追求什么 追求和睦 那促进和睦的是 建立彼此群体生活的事 所以在群体生活里需要和睦 而这个和睦怎么样 是要追求的 而且是误要追求 就表示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弟兄姐妹 我们在上帝的子民里面 每个人都有责任 每个人都要追求和睦 有的人好像不大想追求和睦 人多了以后 他想在里面 缴一点事情出来 有没有 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人 在任何群体里面 当然教会也是罪人的组合 有时候也会这样 你发现 总共有一些人 不希望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这个日子 他过得好像没有味道 他就想有点事 真是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盼望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都提防这些 所以圣经里面 关于这个和睦 是有非常明确的教训 不管新约旧约 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追求和睦 不能够偏离真理 我们看第二部分来讲 有时候 在我们尤其 中国传统社会里面 我们太多的团体 或者历代的皇帝 当他一上了这个位置以后 他都强调 全国团结和睦 可是在这个和睦里面 有时候就把 是非真理怎么样 给牺牲掉 那么这样牺牲掉了以后 可能会有一时的和睦 一时的和谐 不能有永久的和谐 所以在寻求和谐 追求和谐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能够偏离真理 因为偏离真理的和谐 只是短暂的和谐 这个短暂的和谐 不能够到永远 所以圣经也给我们提到 在我们追求和睦的时候 还有两点非常重要 一个是圣洁 我们一起读 预备 来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 好你追求和睦 大家都和睦了 可是如果把圣洁牺牲掉了 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 表面是和谐了 可是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主 这个时候牺牲大 比如说一个团体里面 有这种 这种 这种 男女关系太随便 如果这个团体不处理 或者有金蟬来往太随便 都没有处理 那么然后一有事情要举发的时候 和睦和睦和睦 那么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那么这个不可能是长久的和睦 所以和睦不能够牺牲真理 和睦不能够牺牲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是不能牺牲的 至于个别的一些 个别私人的小事 这个是在我们和睦 所应该追求 应该牺牲的部分 可是大是大非 道德真理 这个是不可以随便牺牲的 我们看公义 如果一个团体里面 如果没有公平正义 这个和睦也是很难的 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记载的 来一起读情 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 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 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 使人和睦 当初在以色列的民间社会里面 如果有人有纠纷有事情 然后到城门口 城门口那边有当地的长老 或者有权威的人士 会来怎么样 会来调和 来判断 可是他说要按治理 就是最深入的道理 了解实际的情况 然后使人和睦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 你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一样 没有长久的和睦 我自己 作为传道人 有时候我到信徒的家庭 他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调解一下 夫妻家人的纷争 我都不会一开始 就马上说什么话 我都仔细听 听出双方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听出双方的委须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很冷静的分析完了以后 然后我说 弟兄啊 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部分你有亏欠 弟兄承认 我再问姐妹说 姐妹你是不是在这件事上 那一件事上你有亏欠 她说是 我也承认这个我有 那么大家都把这亏欠说明白 愿意承认亏欠对不起对方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我再为他们做和好的祷告 然后再和好完了 然后我要求他们互相拥抱 以示前行 所以呢 这个 有时候为了和睦 你不可以说 这个牺牲公益 那么在我们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面 你的家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这个大老爷因为有钱 又娶了一方 娶进来之后 然后这个 原来的这个太太 可能已经有两三个了 就去 就去闹 闹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 他们长期支持的一个 一个庙里的长老请来 或者这个和尚请来 这个出家人就说 家和万事兴 跟他大老婆说 你是大姐 你这个要有大姐的样子 来了一个新来的 你要爱护他 自然你就恨无 这个叫牺牲真理 所以说 所以中国家庭里面长期 只要这样的情况在 都很难 那么都很难 那么 所以呢 在这个和谐的部分 我们不能够牺牲圣洁 不能牺牲公平正义 我们看家庭里面都是要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约瑟的例子 下一页 约瑟的例子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爱约瑟 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各位你看到没有 一个家庭都是一样 做父母的 如果你特别偏爱一个孩子 其他孩子就会怎么样 就会讨厌他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比较喜欢说理 我父亲跟我讲什么 你一定要说这道理给我听 我就会服 如果你不说道理 我就不服 我就会一直去讨论这个 那在我父亲那个年代 就认为你说这个就是顶嘴 所以他就不让了 所以 可是我又觉得 把道理说清楚 跟顶嘴应该不相干嘛 我是这样想 可是我有一个弟弟呢 他就特别讨好我爸爸 他都不顶嘴 我爸爸就特别爱他 可是我爸爸 有时候一上班 一个礼拜不回来 我平常就修理他 我真的是这样子 就我就讨厌他 当然后来我信主了以后 后来没有这样子 我们弟兄 后来我的弟弟 我也带领他信主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跟我另外一个弟弟 其他妹妹不会这样子 可是对他我就会这样子 因为我平常受的委屈 我都算了他身上 人最性质是这样子 那约瑟的哥哥们 对不对 就因为父亲不公正 所以就恨他 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 故事的发展 对不对 后来他们找了个机会 把约瑟怎么样 卖掉了 卖掉了 老大哥还不错 说出了个主意卖掉 如果不是大哥出了主意 其他人可能就把他弄死了 所以公平正义 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家里做家长的也是一样 各位 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小时候 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后来 我自己结了婚 生了孩子以后 我就特别要求我自己 我对我三个儿子 一定要一视同仁 一定要一视同仁 有时候他们 针对自己个别的情况 觉得我对他比较不好 对别人比较好 可是那是他个别临时的反应 那长久以来 起码我的孩子 现在三个人都大了以后 他们没有人认为 我特别对哪个公平 特别对哪个不公平 孩子在一起 从小 这个 之间 彼此之间 有什么争执 有什么 这个打 打骂 都会有的 可是做父母的 记得 你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合乎公义 你不能说我喜欢他 有的做父亲的讲话 就是这样子 你比他大 所以你就该让他 天下没有永远让得到 他现在在你面前让 等你不在 他就揍他 你想不相信 所以你如果每一次都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就是要让他 搞久了以后 他也有他的办法 对不对 不然他那股憋气 他无法解决 所以呢 我自己 在这方面我特别注意 当然 有时候孩子比较小 尤其最小的那个 你会比较 联系他 比较疼爱他 可是我都会比较 注重公平的事情 但是真的注重公平的事情 你会发觉兄弟之间相处 反而不错 所以我的三个儿子 现在虽然 有一个在台湾 有两个在澳洲 可是每一次大家见面的时候 他们感情还是很好 有时候他们自己吃饭 并没有让我参加 我爸爸我已经跟你吃过了 现在我跟弟弟一起吃 所以我也不打搅他们 就让他们 彼此能够有这个 和好共处的机会 所以 我刚刚讲和谐 和睦 这个和睦不能牺牲什么 圣洁与公义 圣经里面讲的 圣洁与公义 是我们在追求和睦的时候 不能够随便牺牲的 好 再过来 我们看 我们追求和睦的时候 要付出代价 要付出代价 尤其关于自己的利益方面 关于自己的合法利益方面 好 我们呢 为了追求公义的时候 为了追求和睦的时候 要付出代价 我们看第一 上帝付出代价 上帝怎么付出代价 我们讲圣父圣子 圣父舍己 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 一起读 这段事情来 请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因为信上帝 而被称为义人 在法律上被称为义人 在上帝的律法 在这个角度下 被称为义人 身为上帝 把他的儿子 为我们舍了 他的儿子替我们 付出了那个犯罪 应当受到刑罚的这个代价 所以呢 上帝 为了我们 人跟上帝能够和好 上帝为了 人跟上帝能够和好 上帝又不能牺牲 他的公义的标准 那怎么办呢 上帝就为了 成全这个公义 只好让他的儿子 什么牺牲 来怎么样 来达到这个犯罪之后 一定要受罚的 这个公义的标准 所以呢 上帝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所以 这边告诉我们 上圣父舍己 把他 独生爱子舍了 为了让人神之间 能够什么 和好 能够和睦 所以 圣父给我们看到 他父的代价是舍己 我们看圣子 圣子顺服 所以这一段里面 特别记载到 耶稣基督为了使 他的子民 彼此之间能够和好 那么 他的同胞 是犹太人 可是当时福音要传向外邦 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直都不来往的 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 外邦人 你既然看不起我 外邦人也就欺负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在天下各地 很多时候是不受欢迎的 那么 中国人有一个名词 把犹太当作形容词 这个人很犹太 什么意思 小气 吝啬的 而且 不管美国人 不管西方人 中国人 都发明 都创造很多犹太人的笑话 对不对 就像犹太人这么小气 说 一锅汤里面 有个苍蝇掉进去了 美国人把苍蝇拿去丢掉了 说中国人呢 把美国人就整过汤不喝了 中国人把苍蝇丢了以后继续喝 这犹太人把苍蝇拿起 还捏一捏 把那个汁捏下去 然后再把它丢掉 这些都是挖苦犹太人的 很多这一类的 比如讲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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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人 说天主教的传道人 基督教传道人 还有犹太教的这个拉比 三个传道人在一起 收奉献 说 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呢 收到奉献 这个放在盘子里面 在盘子里面 他往上一丢 说 上帝啊 我丢出去以后 就是给你 真的掉到盘子里面呢 是我的生活费 那么一丢的 当然掉到盘子里也少 掉到外面的多 因为他一个人嘛 没有结婚嘛 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说基督教传道人 往上一丢 一丢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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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掉到外面的比较多 掉到里面比较少 那么他 基督教传道人就说 我要外面的这些 这掉到盘子里给你 他要说 这个犹太的拉比往上一丢 上帝你要通通拿去 你不要我都要 我就收回来 你要你就通通都拿去 只一丢以后 那都没有药都掉下来 那么像这一类的笑话 就是挖苦犹太人 那么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 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 一直关系都不好 一直都关系都不好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 因基督使我们和睦 他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 以自己的身体 推倒了彼此敌对与仇恨的高强 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彼此敌对的 可是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 他定十字架 然后推倒了这个高强 他废除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 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 仇恕外邦人 是犹太法律里面 犹太的律法里面 讲了很多 捷径不捷径 捷径不捷径 他们认为 外邦人在这些标准里面都是不捷径的 为了使这两种人借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 所以犹太人得救以后有新生命 外邦人得救有新生命 大家在基督有新生命以后 这样子在新生命的基础上 就成就了和睦 我们看这一段 这段记载是耶稣基督在 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 他在克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 他里面是很挣扎的 父啊 若是可能 求你把这个苦碑撤去 他很挣扎的 可是他还是顺服了 所以他与他自己的身体顺服 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胜负舍己 胜子顺服 当然耶稣也有舍己的部分 没有舍己他不可能顺服 所以我们看 这个舍己和顺服 是神与人之间和睦的时候 上帝那边所付出的代价 胜负舍己 胜子顺服 然后才能够形成 神人之间的和好 所以这个对我们看 我们信徒呢 也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看下一张 罗马书12章18节这样讲 我们大家一起读 预备 来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 所以这个尽力 尽力是怎么样 尽力所有的力量 尽力最彻底的力量与众人和睦 有时候我们也想与众人和睦 可是我们的和睦就是 我尽了一点力 一看对方没什么反应 我们就算了 那么这边讲的尽力就是说 如果对方没有反应 你可能还要怎么样 继续尽力 继续尽力 最后一直到和睦为止 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和睦为止 你在上帝面前祷告说 你认为你已经尽了力了 那也可以跟上帝可以有交代 可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和睦的部分 没有尽到力 所以你可以做一件和睦的事情 之后你祷告看看 看上帝光照你看你有没有尽力 如果你真的也尽了力 当然也就责任就不在你 可是如果你尽了力不够 上帝会光照你 所以我们尽什么力呢 这边就是效法上帝的榜样 胜负舍己 胜子顺负 各位和睦是一定要付出代价 和睦一定要付出舍己的代价 和睦要付出顺服的代价 顺服什么 顺服上帝的标准 顺服上帝他自己 那个标准在那个地方 你必须顺服这个标准 为了顺服这个标准 你必须舍己 所以这两个都是没有办法单独来说的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里面 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追求和睦的代价 孔明吊孝 这个我看三国演义演这一段的时候 我这个非常感动 这个当然有人说三国演义是罗冠中写的小说 可是我自己感觉 以按照周桂亮所写的出师表的这种真情来看的话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有这一段 那可是不是像罗冠中写的那么细节那个地步 这个我倒不敢说 可是我想可能是有这一段 我们知道周瑜啊 因为这个他是东吴的大都督啊 是非常英明的一个年轻将领 可是呢 他的智慧虽然高 可是始终斗不过这个孔明 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 所以孔明三气周瑜 三气周瑜 后来周瑜的这个计谋通通被他识破 所以周瑜最后喊出了六个字 哪六个字大家还记得吗 寄生于何生亮对不对 喊完之后就怎么样 就走了 那么然后这个英年早逝 所以孔明的时候想要过江去祭拜他 刘备呢担心东吴的将士会杀他 所以孔明还是决定要去 所以孔明是为了什么要去 为了国家 他绝对不是为他自己 为了自己太危险了 所以呢也就是带了个赵子龙 还有五百个卫士这样去 可是一个赵子龙和五百个卫士 资深进到敌英里去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到了临堂前的时候 夹道将士都手按着佩剑 怒目而视 随时准备拔刀杀他 这个时候孔明非常的镇定 然后把祭品摆好 然后慢慢拿出祭文 双膝下跪 声泪俱下的朗读祭文 这些祭文我看的内容 也是写得很好 我估计 这大概是罗冠中写的 写得非常好 但最后 最后念到最后 戊户公警 公警就是周瑜的名字 戊户公警 生死永别 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就是说你周公警知道 我们两个是知音 就是说这两个 都是头脑非常好的人 都是这个为各位其主 都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拼的人 那么读到这个 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的时候 孔明已经浮在地上 气不成声 这个时候 东吴的所有将领都摇头在探说 探这句话 探什么 人尽道公警与孔明不睦 经关其祭奠之情人间序言 大家说周瑜跟孔明不睦 我看他们之间也没什么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样子 如果真的不睦的话 孔明怎么会 会这样子来祭奠这个周瑜呢 对不对 鲁树他也自己对自己说 孔明之时多景 乃恭敬量在自取死而 这句话你看讲了 恭敬 这个度量怎么样 太宅小 自取人自己要死了 没办法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孔明冒险过疆 这个是孔明他愿意舍己 冒着这样的危险 他愿意顺服什么 顺服他心中一个很高的理念 希望怎么为他的国家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两国如果敌对下去的话 这个隔阂不能化解的话 怎么去对付曹操 所以呢 为了化解隔阂 继续联合来对抗曹操 所以 这是为了整个 为了这么高的标准的理念 他顺服 那么也展示了他个人崇高的人格 及胸襟 东吴上下也佩服孔明过人的胆数 和文采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这一段 那么也许这一段里面 有比较多的这个 罗冠宗个人的色彩放到里面 可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 也是绝对是真实的故事 我们看下一个 联剖与令向如 赴京请罪 将向和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知道的请去说问一下 也只有一半 我大概说明一下 联剖跟令向如 两个都是朝廷所重用的人才 联剖是武将 令向如是个文官 他的位置本来在联剖之下 那么可是 当时的春秋战国的时候 秦王是权势威力最大的一个 他想要并吞他们国家的土地 那么可是这个时候是令向如 陪着他的皇帝去见了秦王 在国家利益上一寸都没有让 在他的君王皇帝 在秦王面前 连一点尊严都没有失去 他不但是机智过人 而且胆势过人 所以回来之后 然后林向如被升为丞相 那么这个丞相的位置高过联剖 那联剖就是说 我一天好出身入死 对不对 在战场上杀头卖命 这几个人就去动了几个嘴皮子 居然就官卫生的比我高 其实他不是光动嘴皮子 那都是冒险的 在那个场合里面 秦王要杀他太容易了 那么可是脸谱就是不服气 所以脸谱就故意常常给令向如难堪 可是令向如都每次都让他 虽然我的官位比你大 我是丞相 可是都让了你 也觉得不到皇帝那边打小报告 都没有 就是每次都让 然后最后令向如底下的人都说 看不过去了 那么可是令向如就把道理解释给他听 他说现在武将方面是脸谱 文臣方面是我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不和 这个国家一定危险 所以我们两个如果和的话 那么我们才有力量来对抗秦国的侵略 所以我是为了国家 各位你们以为我真的怕脸谱将军吗 请问你脸谱将军跟秦王两个 哪一个更让人觉得可怕 他们说当然是秦王 从我在秦王面前我都不害怕 难道我会怕脸谱吗 对不对 他说可是为了国家的缘故 为了家和万事兴的缘故 我愿意这样子谦让脸谱 当脸谱知道以后 脸谱也非常了不起 当他知道真相以后 他怎么样脱光上衣 背着那个金鸡 亲自去拜见这个令向如 而且下跪 请令向如说 我这么一个不懂事的人 我这么一个冲动的人 他说请你来教训我 他带着这个金鸡 请这个令向如打他 当然令向如没有打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叫做附金请罪 就是我背负的这个金鸡去请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会舍弃 当令向如舍弃 他顺服一个更高的利益 就是国家的利益的时候 然后他就感动了这个脸谱 而脸谱也愿意舍弃 他是一个将领 出生入死 在战场上拼搏这个将领 当发现他自己错的时候 他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他为了这个和睦 他愿意赴金请罪 不怕丢人 所以呢我们从这些地方看 这都是中国历史里面 非常宝贵的历史 我们看近代的人 我们看德雷莎修女 德雷莎修女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来 除了贫穷和饥饿之外 事实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冷漠 各位我们刚刚讲说和睦需要什么 需要舍弃 舍弃的相对是什么 就是冷漠 知道吗 冷漠这个英文很有意思 indifferent 这indifferent different是不同 indifferent是没有什么不同 冷漠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还是原来一样 没什么不同 你再让我感动的场面我不感动 这个叫冷漠 所以舍弃的相对就是冷漠 冷漠就是人怎么样 不在乎是否和睦 一个热忱的人他希望和睦 一个冷漠的人不和睦关我什么事 所以冷漠就会让你觉得怎么样 和不和睦与我无关 所以呢感谢上帝如果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真理 和睦需要舍弃 那么这边也给我看见 如果和睦的话就不能冷漠 如果冷漠的话就不在乎和睦 各位你们可以跟我相处久了 你会发觉 我基本上绝对不会在某一个人 在我面前说了另外一个人不好的话的时候 我加油天主从来不会 我顶多我还会说一些什么 可能你刚好那个角度正好在那个时候 这个看到是这样子 其实他有些他的优点 你要看看其他的优点 那么这个部分 可能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缺点和软弱 我基本上我自己从侍奉主的现场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加油天主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性格相合 不管是不是我喜欢的 我要求我自己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有时候有的人 就比较情绪化说 万牧师你都不能够同理心来听我这个话 意思就是要我完全同意他的 我不能这样做 因为这样的做法 这个会造成更多的不和 会造成这个人以后怎么样 碰到那个人的时候更深的敌意 当然我也不是随便乱讲 当我讲说你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是这样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是有根据的 我讲说这个人有他的某某其他的优点 我也不是随便乱编的优点 因为他确实有这些优点 所以 所以 里面有热忱的人 他就希望他所存在的这个团体能够和睦 能够和睦 所以冷漠 就使人不在乎和不和睦 不和睦跟我没关系 那么我盼望 我们在家里面 跟自己的家人相处 我们都看重和睦 如果不和睦 我们盼望能够制造机会能够和睦 我的儿子 我很感谢主 他从小就知道和睦的道理 这个跟各位说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的师母啊 这个一开始不太被我的父亲接受 我父亲会觉得各方面很不习惯 有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儿子在家里接电话 是我的师母从娘家打过来 那个时候我人在国外 然后说了很多 我儿子在那时候五岁 就跟他说说说说说说了好多 然后说完以后我妈就好奇 你妈跟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我儿子才五岁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告诉奶奶没有关系嘛 到底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一说了以后 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情 所以她更不说 然后我的这个 我太太如果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太太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她做了什么事情 是对她的 对公婆比较有利的事情 我太太并没有根气 我的儿子会主动告诉爷爷奶奶 诶 我妈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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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样子 我爸爸看了就说 诶 这小家伙真了不起啊 他居然会干这些事情 感谢上帝 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促进和睦的人 下面一个 我讲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例子 我们看这个人 诺贝尔讲和平得主 南非总统曼德拉 各位你知道吗 旁边这个人是谁 你们很难想象 这个人是当初他在做政治冤狱的时候 关在牢里的时候 这个人是狱卒 这个人是关他的 到最后他们成为朋友 那么在他当这个 在他就职总统的时候 他总统就职的时候 因为曼德拉是个基督徒 那么曼德拉说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脾气比较暴躁 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我坐牢的时候 我很感谢这两位 那两位 我很感谢这两位 他们呢 帮助我 让我学会怎么样 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两个就揍他 打他 逼他到那个很冷很冷的海水里面去 去什么捞海带或者这一类的事情 反正就是各种 这种 各种虐待你 可是又不把你弄死了 弄死不得了 反正就是 你要是敢发作 你要敢什么 我就这样搞你 那么 他做了总统 要讲这样的话 他说我很感谢他们在那个时候 帮助我成长 帮助我学习怎么样 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是一个总统的高度 所以他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仇恨 会使头脑不清楚 使计划受阻 你做一个总统 做一个领导 你把他有很好的计划 可是因为仇恨的缘故 你头脑不清 你的计划也行不通 领袖没有仇恨的空间 我们大家一起读这句话 领袖没有仇恨的空间 所以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所选出来的总统 你记得 他在就职宣言的时候 一定希望全国怎么样 团结 为什么 因为他当领袖了 他以前呢 他不是 他在没有当选之前的时候 他一定是只为他的政党 只为他的选民讲话 可是一旦他当到这个位置以后 他就不能够继续怎么样 只为支持他的人讲话 不支持他的人 他也要顾及到他们的权益 亲爱的弟兄姐妹 领袖我们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担任一个领袖 你在家里做家长是一个领袖 你在公司里做老板是一个领袖 所以你在教会里担任组长 担任同工 你都是某一种程度的领袖 你里面一定要有和睦的心 如果你里面有时候有一些 偏狭的这种讨厌 或者这一类的东西 仇恨 这些东西 有时候 你该做的事就做不了了 该做是做不了了 为什么 你的一些好的想法 有时候都推行不了 所以这是南非总统曼德拉 所以他一上台以后 他一上台以后 他做了重大的决定 整个国家政府的公务员 维持原来的 没有说白人通通过下台 通通往黑人上 没有这样子 可是你会发觉 在中国历史搞革命都只是这样子 通通下去 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一直在打 对不对 一直打不完 感谢上帝 这个曼德拉 他上台 他知道 就实际情况来讲 他也晓得 这些白人政府的公务员 有的也非常好 如果整个把自己这一批人都换上去 不见得 在这个知识方面 能力方面 会比他们强 所以他没有换任何人 基本上维持原来的认作 这是曼德拉总统 他为了国家的和睦 所以他自己做出了相当高度的这些言行 好 最后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 对一个伟生和睦的人 就是我真的对一个和睦 我愿意伟生 我愿意努力 你会得到上帝最大的福报 好 我们一起读真言书12章20节来 请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不但我自己与人和睦 我还希望能够劝人和睦 当你劝人和睦 你劝了之后 如果人家和睦好了 你就会很喜乐的 这样你劝完了 即使他没有和睦 起码你也不会悲伤 对不对 因为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所以你委身于这个和睦的 上帝的旨意里面 你会心里面很喜乐 你心里面 因为你没有制造任何的麻烦 你是希望能够和睦 当然我再次讲 和睦不要祸心里 这不是为这个 那么可是 当你只是 当你一些小事情 一些个别利益的问题 如果我们为这个缘故 能够劝人和睦 或者一些纯粹是物贵的问题 像这些我们劝人和睦 我们得到喜乐 这个喜乐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喜乐 好 我们再看 哥林多后属保罗讲的话 还有末了的话 愿弟兄们都喜乐 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一 所以我们大家 和睦 我们努力追求和睦 那么和睦在我们当中 上帝就与我们同在 上帝必尝与我们同在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一个教会 一个社会 不管是哪个地方 如果和睦 那么上帝 很容易在别人面前做很好的见证 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和睦 你都很难给人做见证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或者团体 或者教会 我们有和睦 就可以让人看见上帝就在我们当中 好 最后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大家很熟悉的经纪 一起读一遍 来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就是怎么样 死人和睦 当时我们读的经节 以赴守处讲的 他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 怎么样和睦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人与神之间怎么样和好 所以耶稣做的工作 就是和睦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在世上 我们也能够做死人和睦的人 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英文本的圣经说 Blessed is those who are peacemakers 就是Peacemaker 死人和睦的人称为Peacemaker Peace是怎么样和平 make是制造的人 maker是制造者 或者我们翻译叫做和平缔造者 所以呢 你如果成为一个和睦 制造和睦的人 成为一个和平缔造者 你是有福的 你就成为神的儿子 那英文Peacemaker 另外有一个相反的称呼叫什么 trouble maker 就是有你在的地方就有麻烦 你就专门制造一些麻烦 中国历史里面有讲说 天下大乱的时候群雄怎么样就并起 所以你为了当了英雄好坏 太平静你没办法当大英雄 天下乱的时候你要出来当大 你就容易出来当大英雄 天下大乱的时候 你知道你要摸鱼的时候 在这个浑水里面怎么样就可以摸鱼 所以也有一些人 他的天性的性格就是不希望环境太平静 他喜欢这个不平静的日子 我小时候我父母要 尤其我父亲要修理的时候 就骂我 我看你们这个太平日子过多了 就要修理一下 那么为什么 尤其兄弟打架的时候 闹的时候 他就会讲这个话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人是Peacemaker 而绝对不是一个trouble maker 在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 在教会当中 我们委身于和睦里面 让我们得到满足的福报 这满足的福报 你们能不能看到 喜乐 上帝的同在 还有最宝贵的 被称为什么呀 神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感谢主啊 我们最后看一点结论 小字家庭个人 大字社会国家 我们都需要和睦的关系 上帝愿意他造的世人 能够和睦相处 上帝也愿意舍己 使罪人与他和好 你我愿意效法基督 既舍己又顺佛 来追求人间和睦 与人神间的和睦吗 什么意思 追求人间和睦 就是我们委身在和睦里面 追求人神间的和睦 就是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把福音传给人 让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他们得到福音以后 他们与神之间怎么样 和好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重大责任 好我们一起祷告 对付那和好的关系 成为上帝的子民 成为上帝的儿女 一步一步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里面 上帝 你要使他们 与他们亲人 与他们周遭的朋友 与他们所遇到的人 同事同学 都有和睦的关系 感谢上帝 你愿意祝福这两位 也从他们今天开始 决志开始 祝福他们一生之久 感谢赞美 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 以及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随时愿意在你面前 学习这个和睦的功课 向天圣父舍己 像圣子顺服一样 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 舍己顺服里面 我们可以享受到上帝 你赐给我们和睦的喜乐 以及和睦所带来一切的福报 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崇拜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